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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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出现什么后果 你知道吗 这是四零年日本人的地图 过时了 这个怎么办 咱们走散了 现在等于是给他们放了羊啊 游着他们性子捧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走 看看江镇从哪儿来的 是 他们应该在哪儿 这里可能有有灵火队重战 咱们去支援 走 有灵火队重点来 赶快快快快快 快快去两边运回 敌人掌握这支高点 火队很难开展 正好 我们帮他们一把 快那边的指挥员联系一下 不用 咱们从北边发向来 正好绕到他们后面 给他们来一个凑少不及 快去联系 耽误了功夫 敌人就有防备了 你们有命令咱就打 亏你还是我红四联出来的 团长打的那些漂亮仗 都是灵火英勇战术的 那又打出门边来呢 打敌人还会有错吗 那你上次打风火台能出来 你看看 这像是修了几百年的炮古董吗 像是什么古迹吗 老乔 不是我不信任你 只要一有啥事你一操操 那肯定就会惹出麻烦来 你 你总不能让我一个人去闯吧 你要到这里 一个半 上 报告师座 废 你们瞅瞅 简直翻头一个 连这么近都拿不起来 他又连来电火 呼呼 长官 不能开炮 在厂里不能开炮 并没有发电机组 煤粉楼里 大楼里面 到处都是煤粉 要是这个炮弹 把煤粉扬起来 这些粉尘一遇上火星 就会产生连环爆炸 那么电厂将不服存在 被评也将是一片黑暗呀 我从来没听说过 这煤粉还会爆炸 你别说是煤粉 就是面粉 也会发生爆炸 这是北平的电厂啊 北平的所有电力 都是靠这供应的 这可不能乱打 野司派了专门的部队 就是为了把这儿的敌人 给逼走 乔振山他们打疯了 这要把这儿炸了 可就麻烦了 这要是捅了娄子 这可关系到我们在老百姓 心目中的形象 这可不是儿戏啊 长官 如果你要非要把众民开进来 这里呢 就势必会成为战场 一旦成为战场 这个后果 你能够负得起吗 把厂子给我包起来 长官 船长 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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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这 这 这 包团队长 正南方将有战斗 电灵部队 火速向正南进检 是 出位 跑过去 卡本 一油 躺 一油 근�实上 好 就 再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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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中文字幕 走 走 走 救命 救命 这怎么回事 哪来的小谷部队 同学员 走 给我联系纵队 万一为这个半路杀出来的 陈晓军是谁的部队 是 走 看 撤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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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险不对啊 你给我这边走 雷达 你先撤 我退后 兄弟们 把兄弟带过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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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团长 他们来了 张团长 不好意思 你的兵也太不懂论绩了 简直是一群恶狼啊 如果这次 北平发电总场的行动 出了任何问题 都要由你负责 我愿意负责 但是唯有一个条件 你还有条件 把这儿的指挥权暂时交给我 你 你看 是我的兵 把这儿的局势搅乱的 那我应该来收拾这个烂摊的 如果仗打好了功劳算你的 出了问题 我负责 好吧 撤 撤 对 不好意思 好 好 走 我要是这么一拉电闸 哦 北平就能一片黑暗 哎呀 你要这么一拉啊 整个北平就全没电了 哦 哎呀 这么一个小玩意儿 这一拉 北平就能一片黑暗 哎呀 你要这么一拉啊 怕打着业障的国民党 也成了战亚瞎了 是 连副作义都要点油灯了 那你就该去见野寺的首长 团长 我只是想想 这种事情我是不敢真干的 你进步了呀 乔真山 还有你不敢干的事情呢 团长 你不要看扁人啊 我怎么可以干这种事情呢 我是有觉悟的革命战士 而且我现在一直在想着 全区一盘棋呢 对吧 好评 刚才打仗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全区一盘棋呢 我怎么没说 你没听见好不好 你明明还说 打敌人打不出错误来呢 你问问团长 这电厂也不是几百年的古董 也不是什么古迹 对吧 团长 乔真山 你现在学会拿一盘棋 这句话来应付我是不是 团长 绝对没有 你闭嘴 小女神 你要是把这电闸拉了 先不说怎么违反了 野次的命令 你问问那位师傅 北平的老百姓 会怎么收拾你 团长 我的脑子不比你的 我怎么能想那么多呢 你的脑子就知道耍小聪明 小女神啊 你是应该学学文化了 还别只比 这样呢 每天学五个字 这是命令 团长 你还不如杀了我 十个字 不要 十五个 团长 五个 我保证完成任务 真的 很好 好 好 郝平 到 全局一盘棋这五个字 先交通 是 你怎么够壮的 报告连长 全局一盘棋这五个字 是这么些的 同学 把笔拿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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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躺着吧 你们连长呢 报告团长 连长牺牲了 指导员呢 受了重伤 那这是现在谁带队 报告 是我 二排排场 康永洲 好样的 拽进时间把账户当好 刷点水 让战士们把脸和脚都洗洗好好睡 是 去吧 这是刚刚统计出来的伤亡数字 这拔路一下来 把滚打 摆面了 现在的拔路真是跑上了 昨晚那枪帽声都没断 后面我这一听没 真不对 八卦就往城里一跑 我打开窗户一瞧你那怎么办 就抬着生病的担架 就溜溜走了半龙头 你这怎么办啊 这叫风水啊 哎 轮流断 嗯 前两年 复国一刹拔路 那真是不含糊 现在呢 让拔路啊 给打着呀 哎 塌了烟了 只求这拔路啊 不大离谱都行 别打进北京城了 这 这要不说啊 你们谁能出趟活 小姐 您去哪儿啊 印经大学 那不是出城了吗 是 那 那 那城外可有拔路了 陆太远 陆远好还能多正点儿 你们谁走 五成 你去吧 嗯 你 腿脚快 胆流大 运情况 三鸭子呀 这肥子 小伙子 就你的 我不会亏待你的 来活了 把这打 快点 我 是 你们 O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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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请 北平要解放了 你们有什么感受啊 真像做梦一样 昨天想的还是反对南千 和互相运动的事儿 今天就要解放了 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 大家静一静 请听我说两句 现在北平的形势非常均 您好 今天解放大军包围了北平 国民党的统治地位 即将在北平结束 但是傅作义二十五万的大军 已经退守北平 企图富与顽抗 这使得我们北平 二百万人口和古都 都要受到严重的战火威胁 同学们 我们怎么办 我们要壮大我们的力量 联合城里的学生和老师 这个人是北平地下党学生委员会 和傅作义施加压力 争取早日和平解放北平 好 大家努力 别扔了 这鞋根本就没法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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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瞅这鞋根本就没法穿 你瞅这鞋根本就没法穿 你瞅吧 刘俊瑞啊 刘俊瑞 走 回来 怎么回事 都造访了 喊打倒皮靴牌 都要穿布鞋 你 为什么 团长这该死的靴子 可坑苦的人啊 团长 就这破鞋 你瞅瞅 你瞅给磨的全是泡 你瞅瞅 怎么会呢 他们都没穿袜子 为什么不穿袜子 团长 我们本来以为有了靴子 就可以省了袜子 没想到省了袜子 磨的全是肉 你们呀 给你们好东西都穿不住好来 要穿袜子再穿靴子 把靴子捡起来 穿上 是 擦干净 好 船长 纵带手掌呢 知道了 瞅瞅瞅 瞅瞅瞅 到 我对你们红四连一直是 要求比其他的连要高 为什么 因为你们是红四连 你们是英雄连 你们应该成为其他连队的榜样 不该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看你们是精力妄生 从今天开始 抽掉一半的兵力 埋伏在北平周围 两个目的 第一 防止敌人的部队出来骚扰 第二 找一些情报 是 是 是 稍息 现在开始 我们各派一般的人马 轮流埋伏 船长 周国华 你又给我们来了个石破天惊啊 我也是没办法 敌人三个石靠我们靠得太近 我们不混进去都不行 就算你说的这样 我们还是要跟你计攻的 要计攻就计在全团的战士身上吧 他们可让我给开散了 你情绪好像不高啊 不好 船长 全团检员百分之四十二 打得很惨 却让副作医跑了 是 你们团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但不管怎么说 这次赢得了北京外围战的胜利 我知道这次行动 值 但这倒霉事为什么都让我们给瘫上了 得得得得 牢骚到此为止 坐吧 是 这次我来又有新任务 首长 我们团需要休整和补充啊 不是给你们团的 是给你的 我 你知道余厚仁这个人吗 他是我们燕大的著名教授 是我的老师 对 他不光是你的老师 很多国民党高级将领 都是他的学生 包括李长一 所以领导决定 让你去看看你的恩师 是 明白了 穿这事真是不太习惯了 供够需要 该习惯就得习惯 你去了之后呢 找找余厚仁 让他也给李长逸吹这风 说句实话 我们真不愿意把北京给毁了 行 我知道了 好 走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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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什么人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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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洋车的呀 城门已经封锁 不得随意进出 张冠 我就住城那套 刚刚拉了一个客人出城啊 去燕京大学了 上方有令 谁不许进 不让我进我 我怎么回家呀 谁让你出城呢 不行 张冠 你不让我进城 我这一宿住哪儿去我 我还没地方住呢 你随城外 只好给老子疼地方 你 你讲不讲理啊 你反了你了 燕京大学里边都是共产党 惹急了老子把你当共产党抓走 我看你小整个一拔入的探子 你 你要找完 你才想到吗 你到底想到哪儿去 他只不在习区 习区 那儿是 你这儿也会在习区 这儿也会在习区 这儿也会在习区 看你这儿 你这儿也是 你先说 在习区 这儿 我帮你去哪儿 他就是团长的 对了 以后不要叫我团长 叫我先生 是 团长先生 不 先生 放风呢 稍息 快 起来 快点 起来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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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至少 不想见了 十多年 时光荏苒 你信命吗 我信 不然怎么解释 我们今天又在这见面了 你是回来 参加孝庆筹备会的吧 我是回来看于先生的 孝庆我倒真是忘了 该罚 认罚 好 就罚你告诉我 离开燕京园之后的一切吧 这么长时间发生了很多事情 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 你不问问 我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 我知道当年 你为我的事情吃了不少口 你当年离开燕大时 日本人在通缉你 现在日本人被赶出中国了 可是国共又开始争斗 你是哪边的 你们那边的 那种既然物费 那种艺术 你听我吗 你去找哪个洞 其他人 是吗 谁呀 不知道这些古城墙 还能不能留得住啊 你找于先生 就是为了谈古城 北平这座古城 可以追溯到 三千年以前的秦汉时期 被称作 济城 燕京 大都 北京顺天府 直到现在的北平 他现在正面遭受着战火的危险 所以有些事情我想找于先生问一下 不愧是学建筑的 好 我带你去见于先生 走 走 我 你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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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走 走 秋智书也都合对过了 请 这些人的绝大多数你都认识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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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叫杰尼 是协和医院的护士长 美国俄合俄大学医学院毕业 组织关系刚刚从工卫钻过来 欢迎你 加入陈工伟的工作 现在时机正好 目前有许多国民党中高级军官 正负商住在协和医院 你可以做做他们的工作 对对 大家坐吧 坐坐坐 不好意思 让周先生白跑一趟 我一定转告于教授 等他从成理回来 怎样跟你联系 我们做生意的居无定所 这样吧 还是我们主动来找于先生吧 那就我恕乎远送 留步 走吧 现在 我来传达成功部会议工作的精神 根据目前的形势 中央决定解放被拼 目前 我们人民解放军已经是兵临城下 傅作义是危在旦夕 但是 党中央考虑到两百万北平使命的福祉 决定 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北平 如果傅作义不接受和平的条件 我们人民解放军也做好了军事斗争的准备 军事斗争靠解放军打 那我们呢 不搞理应外合 我们目前主要的任务是 要让知识奋夫 和广大的技术人员留下来 动员广大群众 要保护好档案 资料 文物 古迹 护场 护校 要把北平市各个角落的情况 掌握清楚 迎接解放军进城 好 好 其实 你可以同我一起进城 我带你去见尹先生 进城需要通行证 那不容易搞到 我可以帮你搞到通行证 你 你愿意进城来看我吗 我是一定会进城的 到时候 我会再帮你搞到通行证 我会去拜访你的 拜访 好 有什么用得找我的地方 别客气 记住 我是你的朋友 记着 好 再见 正想让这一刻 停留在这儿 好 希望战争早点结束 站住 证件 新评报记者 坤丧 今天有幸目睹大记者的庐山真面目 不过 你的文章 可是有点粉红色彩啊 我是记者 要反映事实 事实 你的事实 不能以牺牲党国的利益为代价 有意见 找主编说话 会的 不过请你记住坤丧小姐 今天是对你的一次警告 你是在威胁我 你是在威胁我 证件 我的 她是我同学 回来参加校庆 我再问她 这位先生是绿色同学 这年约 什么黑的 红的 白的 都不如绿色的好事啊 这倒也是 走 慢 你的绿色同行证非法 没收了 像你这么秉公执法的人 真是 凤毛麟角啊 我再问你一句 你到底是谁 你真想知道 说出来怕吓着你 把手给我拿出来 慢点 麻烦你把我们送出小白 转过去 我送这位先生出门 我来说 我来说 你们都把手放一的话 我来说 我要吓死我 我来说 这个人是 也许是 我去 我来说 你好 我来说 您 我想 我来说 我的 来 李老先生大侠光临 让您在此酒后 昌议万分狂恐 请请请请 昌议老爹 按照君主的礼节 我这个挂门少将 还应该是你的属下 不不不 当年在山西抗战 陈翁先生为我赞化军武 学生授意匪浅 今天怎么敢以掌官自己啊 好 请 好 我来介绍一下 这几位 是燕京大学的教授 那位 是北平易专的教授 来 请请请 请 请坐 来 坐 感谢诸位对我本人 和对平京时局的关心 师才我已副脚总 向副作义司令长官 做了汇报 此次我军出城作战 遭到了共军东野和华北野战军的 主力部队的伏计 所幸 我不将是以死相聘 这才杀出重围 可是 我108市的张正明市长 至今还留在北平城外 只要精神不垮 大局必定可危 李将军 今日大军压境 兵临城下 比人 对北平的前途 和百姓的身家性命 颇为担忧 目前 我军在北平 住手有二十五万官兵 我想 共军若不以三十万人作为代价 要想攻占北平 贪客容易啊 北平是文明世界的文化古都 它的建筑艺术在世界上也属罕见 为了避免我们的华夏古都毁于战火 为了北平市民免遭土炭 我等专程登门拜访 希望你能够在历史关头把握方村 先生的忧虑 常以明白 说来也许诸位不相信 我征战多年一生荣莽 其实我最不愿意看到 就是流血死人 但是作为军人只能服从命 所以我现在想的就是如何打好北平的保卫战 跟踪他们 是 一旦发现他们和共产党接触 马上代表 是 报告出座 鲁星被绑架了 别动 我 我拿钱我 我拿钱我 大侠 不管你是哪路央行 小弟今天多有得罪 如果能放我硬马的话 以后有用得着凶热的地方 我一定赴堂蹈火 起来 你叫什么 我叫卢 卢子达 卢青 卢青 这个名字我记住了 你是北平保密局的吧 是 北平很快就要解放了 何去何从 该想一想了 是 去吧 哎 谢谢布莎之人 站住